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关于教学的问题啊 你现在是可以教高中可以教初中对吧 你带过多少学生 多的时候能有四十多个孩子 少的时候可能就十几个一对一也带过 那你带的这些学生他的这个续费率有多高 怎么说呢当时我在那个机构的时候 我们不负责续费率 续费率是有专门的人负责 但是如果你现在问我的话 我现在回想一下 我的孩子续我的班的话 一般基本上三分之二的人都会续 好 我们给新媒体其他感兴趣流动的企业家 挺想挺关心你这个红人运营这个事 就是你过去做的 是不是属于作品传播的这一条方向 对吧 对 你能稍微再具体讲一下某一个案例 说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传播的 是用社群还是微博的一些营销的方式 还是就稍微具体一点 我们才能知道你的具体能力在哪方面 这个问题其实我是有一点心虚的 因为新媒体方面我就有两份兼职经历 第一份是营销号的公司 负责几个营销号的内容产出 它是有公司的资源去扶持的 所以我只负责内容创作的部分 对 这部分就是你找节目里边的点 然后写出来文案 然后再由营销的这些团队再去做营销 对吧 对 这是一种 第二种呢 第二种就是在这个音乐宣传方面 本身她这个艺人 就是她这个歌手 她已经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所以宣传这一部分不用我担心 我只负责产出文案和一些策划就行 只要不出大错都没有问题 所以你的核心能力在策划和一些文案的撰写上 但具体的传播是由别的团队来做 对 那小杨我再问一个运营的问题啊 就是你能不能明确告诉我们 你是一定要选红林运营呢 还是运营相关的岗位呢 运营相关的岗位都可以 那你如果是运营相关 可能有些工作也没有做过 可能要从最基础的岗位开始做起 你做好准备了吗 可以 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职场情商课 很有能力 但不被领导中庸 恰风不易跳槽的年龄 你就想让这道题是出在我身上的 很有能力 但不被我们制片人重用 然后又恰逢不易跳槽的年龄 你给我的建议是忍下去 还是降低求职要求 然后跳槽呢 有能力就去沟通就去谈 如果谈不妥了那就跳槽 就是降低要求 不易跳槽最后也能跳呀 也能跳是吧 那要是你呢 我就这样做 你就这样做 直接先去谈 也不是 首先我肯定 我的这个能力是有一定成果的 如果有成果我有底气 我就会去跟领导谈 谈了谈 看它是什么反应 它如果说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试一试 看我能不能做出成绩 如果我做出成绩 得到了它的重用 那就很好 我就留用 如果我完全不给机会的话 我就会跳槽 如果我做出了成绩 它重用了 我就继续留着 不重用我还跳槽 不易跳槽也跳 反正还是能成功的 总有伯乐能赏识千里 反正你不忍下去 你肯定不忍 是这意思吗 是 特别欣赏小燕 我觉得你这个 非常有潜质 有特别强的自屈力 然后非常的积极主动 而且是主动扭转 这个工作的局面 主动沟通 这点特别的好 我想问一下 你现在还在对这个工作 还在纠结吗 是选这个你爱的 还是选你能做 但是这个工资高的 就像这个问题是一样的 其实 你有能力的 但是你工资很高 但是恰逢你又喜欢的 工资又低 你会怎么选择 这是一个好问题 我目前还是想解决 当前的困境吧 想解决 好 我们刘登的企业家 要注意听他的回答 他其实把刚才 自己整场下来 自己最内心最内核的思想 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你看何文在点头嘛 所以说我觉得 我们给他的建议 他都懂 他都明白 但是眼前的这座山 就是他眼前的这座山 没错 他必须要越过这座山 再讲以后 天生我有才 到这里 最后一步 请企业家 做出你们的选择 大卫老师 我有个申请 因为我得说一句 虽然我们也登了 但作为教育企业 我必须得说一句 因为我们是 人工智能的教育公司 我们需要的是教研的老师 而不是面授的老师 所以我们也登 不是对你代班 代课面授的不认可 岗位和方向的差异 对 好吧 好 恭喜你 小燕 台上还剩下两盏灯 我们直接进入到 谈前不伤感情 来 有请段东和李玉芯 我们先从段东开始 我这边的天鹅道家 是一家家政服务公司 那么你从事的岗位 是教务管理 因为我们很多的 有老师 在线的老师 那么你需要去管理 他们的教务 运营的情况 那当然 你如果喜欢新媒体运营 你可以在工作的同时 给你时间 让你去学习 让你去做 起薪是6500块钱 加号是奖金 工作店在北京 好 来 雨昕 小燕 建口艺是智慧健康解决方案提供商 目前我们是人工智能 在大健康领域 国内覆盖率最高的公司 我给你提供的这个岗位 非常适合你 目前因为我们覆盖了 国内几乎所有 你能想象的各种媒体终端 这里面呢 我们非常多的内容模块 这些内容都是需要运营的 而且你也知道 电视端口是非常大的运营平台 但是你之前的所有的过程 可能在我们这儿 也重新学习一下 所以我给到你的内容运营的岗位 其实是一个基础岗 后面我想还有很好的竞争空间 工作地点也是北京 你可以问他们一个问题 最关心的 我想问一下 就是部门的一些架构问题 以及这个薪资结构问题 这个部门在我们叫 职培管理部门 职业培训的管理部门 是一个事业部 那么事业部里边 我们目前大概活跃的 这个教师大概有两百多名 那么他是负责分散在全国的 他需要你统筹 他的教务日程的安排 课程的安排 课程的宣传推广 在线培训的日程安排 那么他这个薪酬情况 是六千五十他的起薪 那么再往上面是教务主管 教务总监这样的角色 好的 内容运营 其实是整体运营的 其中一个部分 再往上要看你 到底片哪个模块 因为我其实大概给的 你是一个新媒体运营的岗位 后面往上就是 运营主管 运营总监 再往上是管理岗的一些晋升 那这个部门 我们大概是十几个人吧 偏这个整个就是 把所有健康的模块 后台跟人工智能结合 但是你其实只做 这个运营的方面 跟对数据说话 好 接下来给你几秒钟 考虑的时间 选择其中的一家企业 或者谢谢再见 开始 所以你的选择是 我的选择是五八同城 所以你的选择是